现在为您讲解Victoria Arduino白音程式解说 主画面上方为时间 中间为冲组头的温度以及冲组秒数 左下方为蒸汽把数 右下方为选单 若要进入选单 使用上下键选至Menu键 按Enter后进入 选单依序为语言 水量设置 温度设置 面板设置 省电模式 技术器 错误历史讯息以及工程模式 目前预设语言为英语 水量设置 如要进行水量设置 按Enter键进入 设置教学可另行参考教学影片 下方为复制冲组头参数 此功能参数以左边冲组头参数为主 若要将此冲组头参数 复制至另一冲组头 将另一冲组头闪烁的按键按下后 即完成参数复制 此为回原厂设定值 温度设置 共有三种温度 第一个为冲组头以及小锅温度设定 第二个为大锅蒸汽瓦数设定 第三个为温杯盘温度设定 若要设置小锅及冲组头温度 可另参考教学影片 目前大锅蒸汽瓦数预设为1.28 温杯盘的温度 可由40度调整最高至80度 面板设定 充足秒数 可以选择不显示 永久显示 以及显示后消失 温度 单位有华氏及摄氏 可以做调整 灯光与按键设置 亮度可由此做调整 省电模式 如开启on off program 可设置开机加热 以及关机待机的时间 此功能使用前提为不关闭总电源 充足头开启或关闭 点入后可选择冲组头的开启 以及关闭 若选择关闭 该冲组头将无法使用 省电模式 若将省电模式开启 STANDBY为休眠时所维持蒸汽霸数 技术器 充足头 充足头参数统计 按下该充足头之后 即可观看相关数据 热水使用次数 热水使用次数 以及总使用次数 以及总使用次数 工程模式 软体资讯 日期与时间 维修保养 密码设定 以及预警的功能